當今天你去看到網路上 臉書上 所有台灣的很多的民眾 因為到底是不是這些學生衝進行政院 而開始對立激化的時候 台灣受害 可是選舉 我跟你講政客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政客會得力 也就是說他會切個遍 本來挺國民黨的人 已經都覺得羞愉出來講我挺國民黨了 可是可能會反而因為這樣的話 讓兩邊各自歸位 還是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對國民黨不見得壞 這是我所提出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 這是伊甸市所做的民調 你認為這次胡茂協議 是黑箱作業違反民主程序嗎 說贊成的高達68%嗎 對不對 不贊成15%嗎 關於胡茂協議 認為直接表決的贊成的只有9.1% 就贊成張慶忠那種方式的 應該逐條審查跟重啟談判的高達7成7 好 再來 這都是伊甸市民調 你知不支持學生的抗議 說不支持的只有28 可是支持的高達63 你認為政府的胡茂宣傳跟說明夠嗎 說夠的只有2% 說不夠的高達88%嗎 再來 你知不支持台灣跟中國簽胡茂 說支持的是22%嗎 說不支持的是54%嗎 再來 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反胡茂延燒 請問你有因此開始去了解胡茂協議嗎 說啊 說這個沒意見的一點點 這個完全沒有想去了解的只有13% 說本來就很了解的12% 這不要看 說本來完全不了解 現在因此去詳查有34% 說本來只了解一點點因此去詳查了38% 這兩地加起來多少 72% 72% 這個對台灣最重要 對 沒錯 他們因為這個強烈的抗爭事件 讓大家因此去了解胡茂 這個是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剛剛這個委漢的分析是說 馬總統可能因此想要搞成藍綠對立 對他選舉努力 可是不好意思 現在對馬總統的滿意度 這是伊甸氏做的 滿意的只有10% 不滿意的高達82% 這是長座 對馬英九未來施政兩年有信心嗎 有信心的14% 沒信心的高達79% 韋汉你要補充 我跟大家補充 這個民調是昨天做的 也就是說他的這個時間 應該是在雪山沖進去的 那個白天的時間 就大部分 可能有時候已經沖進去 我真的覺得 沖進行政院這個部分 分散了一些部分的力量 你可以去看 現在有出現就是 正好就講說 他們的行動是比較暴力的手段 但是是不是暴力 我們剛剛有討論 可能是有參查一些 其他社會人士 造成說 也把行政院的辦公室 有夠亂七八糟 這個民調我覺得很準 可是這個民調 是在行政院的事件 他們還沒有衝進行政院之前 我講一個大的概念 進行政院可不可以進行政院 這就是犯法 我們要講道理 可是最後是不是太粗暴 等等 如果任何人 茉莉花運動 任何的運動 包含那個學運 洪仲秋 25萬人沒有進總統府 沒有去把馬英九抓起來 洪山軍沒有進總統府 但是我們在現場指揮 不可以進總統府 外面怎麼鬧 外面聚集一百萬人 我認為不能用警棍 動學生一根寒毛 如果在整個 即使瘫痪 中校東路等等 可是不可以進行政院 這個道理要講清楚 衛陽是怎麼會無罪 我們講道理 不談民粹 我是說那六項移送 對 這有道理的嗎 我認為移送 一定有罪要移送 可是不到積壓的地步 深壓 我認為沒道理 我講的是道理 如果衛陽無罪 這個社會永無寧日 可是即使進行政院 也不應該用警棍 把學生打出來吧 對 是吧 那是第二部分 有很多處理的方法 今天到我家 我都不讓你進來 我家不歡迎 何況是公署 我講道理 你有沒有最後過當 是不是可以用更柔心的方式 解決問題 讓學生撤走 2004年320 連送選輸的時候 群眾上凱道有沒有合法 不合法 對 可是沒有進總統府 再凱道就不合法 今天在行政院 在行政院也不合法 那是禁制區 我們市議員非常了解 你們沒有辦法 你們沒有辦法解釋說 進行政院就是違法 你怎麼可以進到院長辦公室 這不好我覺得 我沒有說它無合法 對 我是說 要那六條合理 這六項 不合理 那生壓也不合理 我講了 可是不可以不辦它 該怎麼法辦 就法辦沒有關係 對 照法律來就好了 大家 那我要講的就是 現在馬總統說 我沒有反對株料審查 可是它的株料審查 是在院會 到底 藍營堅持院會 逐條表決 跟 那今天王經平也說得非常清楚 因為沒有審查報告書 審查意見 所以沒有辦法送到院會 因為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 基本上會有兩種 就是大家已經討論 沒有意義 就是這個朝野協商 不用進入朝野協商 直接進付二讀 然後第二種就是說 對於條文 大家還有意見 所以要進付協商 所以這兩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審查報告 所以他還在騙 送到院會去 竹條審查還是在騙 對啊 在院會只有竹條表決 那大家清楚 在院會誰是多數 國民黨是多數 根本就沒有竹條審查 竹條表決 誰會贏 國民黨會贏 所以馬英九 其實從頭到尾都在說話 根本就在欺騙 而且在混淆視聽 好 那所以現在說 知情人士說 馬英九不排除 把福茂退回委員會 這是一種讓步 馬英九會退嗎 會 馬英九會退 會退 所以洪英哥 我現在跟你講 當學生一開始的訴求 是主條審查 所以我才會問同學 你們的退場機制是什麼 那顯然現在退場機制 就不是主條審查 當馬英九總統的記者 會故意講說 我已經 所有立委都同意 要主條審查了 學生氣死了 說我們現在是 退回福茂 不是主條審查 可是就會講說 你們一開始 是要求主條審查 我滿足你了 你看你小朋友又開始 就是用這種態度上 大家的確會有一些 國民黨制的時候 對 那這些學生 所以退回主條審查 他要道歉 馬英九要道歉 這個部分就是重點 那一天有記者問到 如果你覺得 因為學生進的 這個議場 是把門推破進去的 違法對不對 的確是 所以你不跟他們見面 那你的委員 你的國民黨節 張慶忠 用這種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瑕疵 重大瑕疵 國會的一個很大恥辱 你怎麼不去約束他 那是國會製作 你是黨主席 你是黨主席 你應該要 你應該對他身界 來對 應該持有才對 我覺得退回委員會 不算一種讓步 不算 我去你們家 偷帶東西 現在讓你抓到 我東西行李 要這樣叫讓步嗎 本來就應該要算 而且他本來就在委員會 照朝野協商 就是在委員會 怎麼會叫讓步呢 很多年在他後面 他說一個字都不能改 即使改了標點符號 都不行 就會重啟協商 對 如果有這樣的前提 那哪叫 所以如果我們進場的 不接受有前提的協商 對 所以民進黨 如果現在一直在想說 你不要再跟我講這個院會 我要回聯繫委員會 炒一個禮拜 好啦 我回聯繫委員會 民進黨反而就不知道 這這幾個贊助 你要出去之後不明白嗎 就是說在委員會裡面